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s 簡稱UMA 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檔案 Greperhouse調查員Jester 在英國本土是沒有原生大型貓科動物分布的 但這近幾十年來 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 卻不斷流傳著有大貓出沒的目擊事件 它被稱為Alien Big Cat 簡稱ABC Alien並不是指它是外星人 而是有異地來的外來種的意思 它們就是英國大貓 英國大貓外觀看起來就像是美洲獅或黑豹 有黑色或是茶色的毛 有尖銳的爪子和細長的尾巴 體型龐大看起來十分強壯 性格殘砲且嗜血 它們會襲擊加速和野生動物 甚至是攻擊人類 詭異的是英國本土並沒有大型貓科動物 這種大貓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在1960年代之後 目擊大貓的紀錄開始出現 2004年到2006年 目擊紀錄更是多達上千件 2002年 蘇格蘭女子伊莉莎白 曾遭到大貓的攻擊 當時她奮力抵抗 眼前突然發生不可思議的事 她說那隻大貓像是空氣般蒸發在她眼前 而且她仔細想 大貓一開始也是突然出現 然後對她攻擊 然後又瞬間消失 2003年 英國威爾斯警察局 連續接到幾個報警電話 說一頭黑色像獅子一般的怪獸襲擊村莊 造成多隻動物受傷 62歲的麥克是受害者之一 她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發現狗不見了 於是出門去找 在院子中發現小狗躺在地上 喉嚨都被咬破了 一頭長得很像貓的黑色怪獸 正站在一旁 怪獸看見了我 衝著我吼叫 於是我趕緊跑回屋裡 警察趕到後 在村莊中四處搜尋 其中一名警察看到了那頭怪獸 開槍未打中 怪獸最後逃到山裡去了 據警察估計 這頭怪獸從頭到尾巴 長度約在2.7到3公尺之間 事實上在過去10年 英國民眾 已經至少向英國警方通報了 上百起大型貓科動物出沒的相關事件 大貓出沒的證據 包括大型貓科動物的爪印 他們在樹上留下的爪痕 以及被他們吃剩的獵物 以及他們獨特的聲音 其中 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證人表示 他們聽到了這些貓科動物的聲音後 大貓瞬間就出現了 然後在他們感到恐懼而準備做出動作時 大貓又像空氣一樣瞬間消失了 所以有部分的人認為 大貓有瞬間移動的能力 能從不同的地方瞬間轉移到另一處 所以他們又把它稱為幻影貓 直到今日 英國還時常傳出大貓出沒的目擊事件 許多農莊的深處也常傳出被攻擊的消息 造成當地人民人心惶惶 生怕自己也會被大貓攻擊 到底這些應該不存在於英國的大貓 是從哪裡來的呢? 真的是瞬間移動出現的嗎? 有專家提出了我覺得非常可能的解釋 這些大貓是來自於無良的放生行為 原來在1960、1970年代 當時英國的有錢人 流行飼養來自非洲的大型貓科動物 當寵物炫富 1976年英國政府通過了危險野獸法 提出新政策 勒令飼養野獸寵物的人 要嘛付巨額的錢去領牌照才能飼養 不然就得把野獸寵物捐到動物園 最殘忍的方式就是要求人道毀滅這些野獸 當時不少寵物主人 索性就把這些大型寵物 偷偷的摘到郊墟或山上 然後放生到野外 幾十年來 這些大型貓科動物 在森林中繁殖存活下來 甚至和英國本地的動物雜交 生出了原本沒見過的奇塊品種 於是有專家認為 大貓應該就是這麼來的 倫敦動物園的專家 曾經研究過大貓留下的腳印 結論是這種腳印 絕對不是英國本土已知的任何動物留下的 這些因為當時那些無良的人放生的大貓 對英國本地的生態造成嚴重的影響 整個食物鏈被改變 也因為可能無天敵 這些大貓漸漸地走出森林 而到人類居住的環境中殉造食物 所以才會頻繁地出現有大貓募集事件的發生 至於會瞬間移動的這件事 我認為是因為這些大型貓科的動作非常敏捷 畢竟他們為了掠食必須得動作迅速 再加上他們的身體保護色 所以隱身在樹林中的時候很難察覺 當他們突然從樹林裡出現 然後又瞬間躲進去樹林裡的時候 會讓人很難去注意到他從哪裡來 已經躲藏到哪裡去 所以才會有讓人覺得是從空氣中憑空出現 並有著瞬間移動能力的錯覺 在台灣其實也有許多放生團體 如果亂放生不屬於當地的外來種 是會對於當地生態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甚至是浩劫 這根本不是做功德 已經是造孽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決定飼養某些動物 請善待他們 並且有著照顧他們到終老的決心 畢竟氣養我真的認為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以上算是藉由英國大貓事件和宣導的觀念 希望大家正視這件事情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我是調查員Jester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你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們下次見